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首先有请的是张建中主任医师 张主任是我们国家皮肤科学的主要领军人物 牵头组织了特应性皮炎 湿疹等多种 常见皮肤疾病的诊疗指南的制定 所以今天张主任您要送给大家的 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对付实诊 要打持久战 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我有一个患者 小王 他得了这个病呢 是从两岁的时候开始的 从两岁到二十岁 他这个病反反复复 为了这个病 他母亲带着他走过很多家医院 他母亲跟我说不下十家医院 总之他想找到一个特效的药 驱根的药 但是二十年下来 那么这个实诊呢 仍然存在 为了这个病 他从高中考大学 没有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这是他来看我的时候 照片非常的痛苦 我们虽然看不见他的眼睛 但是能看到他的痛苦的样子 满脸都长了这个实诊 确实是太影响整个人的这种状态了 所以现在他又要准备考研究生了 说张教授你能不能帮助我 让我圆一个梦 我给他帮助他圆了他的梦 这个大家看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能从他的嘴角 看出他已经露出了 那个欣慰的这种笑容 这是我们刚刚治疗一个星期的结果 他已经非常高兴了 他说我一定要好好考试 所以呢对于实诊呀不要怕 虽然我跟大家说 要打持久战 但这个持久战 不等于从两岁要打到二十岁 假如你打得好的话 你有可能中间的十五年 甚至十八年 都是像正常人的皮肤一样 所以呢 这个实诊的治疗 开始那个阶段 非常重要 开始打得漂亮 那么以后你就是维持治疗 我只要用点润腐乳就可以了 甚至我就用一点不含激素的药物 维持 比如每个星期用两次就可以了 所以看上去是正常人 但实际上他是有试诊的 所以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我们治疗成功的患者还是很多的 从最厉害到达到百分之八十很快 很快 但是从这个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百 这个过程就比较慢 就是先快后慢 坚强后弱 这也是您的这个叫战争理念 对 因为这个呢 就是和这个疾病的本质有关系 为什么实诊是慢性的呢 因为实诊和遗传相关 和免疫相关 和环境相关 而这些因素呢 是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 这个腾性皮炎这个病 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失诊 它是一种慢性的 复乏性的 骚痒性的疾病 它是慢性的 已经定性都定到这儿了 另外呢 它要骚痒 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 所以呢 一定要打持久战 所谓的打持久战 就是要长期治疗 用我们的话来讲 用医生的话来讲 就是长期管理 我有的时候和患者开玩笑 或者逗他们一下 我说你知道这个失诊 在皮肤科的失诊 是怎么跟慢性吗 他说怎么跟慢性 我说相当于内科的糖尿病 我说你 我们怎么对待糖尿病 怎么和它做斗争 我们就怎么在皮肤科和失诊 做斗争 但是呢 在皮肤科和失诊做斗争 比在内科和糖尿病 做斗争要简单的多 每个月用一次药就可以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 慢慢来吧 大家先把心态放缓 再用合适的方法去治疗 效果才会更好 对 好 所以请张主任再一次强调 您今天送给大家的健康忠告 对付失诊 要打持久战 那今天我们现场呢 也请到了青年组 中年组和老年组 三组嘉宾 先欢迎大家的到来 好 那其实失诊是一种 非常常见的皮肤的疾病 我相信大家针对这个问题呢 也有很多内心的疑惑 所以接下来进入到 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专家 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 这个老失诊患者 非常的痛苦 我呢听我的老一辈说呢 就是说得了失诊以后呢 一定要有些东西 就不能吃了 有些忌口 比如说类似的这个 鱼虾肉一类的 或者是一些发物吧 我自己常常一直在坚持 这个忌口啊 但是我不知道这种情况 就是说 好多年轻人呢 他们是不是由于不忌口 经常反复发作 跟这个有关系 跟不忌口有关系 比如想请一下专家 得了失诊以后 要不要有一些忌口 其实这些发物 在老一辈的观念当中 不仅仅是包括鱼虾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海产品 还有葱 姜 蒜 香菜 韭菜 还有一些调料 辛辣味的等等 那好 我们来看一看 何叔叔想了解的问题是 得了失诊 要不要忌口 张主任 您的观点呢 这个问题啊 应该说是我们失诊患者 百分之百的问题 每个患者来都问这个问题 甚至家属也问 特别家长 那么对待失诊 能不能忌口 要不要忌口 我们要两分法 在儿童 儿童的失诊 那么儿童呢 因为他的消化道不太健全 特别是一岁 两岁 三岁以内的孩子 那么他的消化道 一些霉不够健全 有些东西 特别是蛋白类的食物 消化的不彻底 它就经常会发生 因为食物引起来的过敏 表现在皮肤上就是失诊 那么在儿童 大概三分之一的孩子 需要忌口 即使在儿童也不是全部 那么怎么忌口呢 我们要做过敏源 假如检测出来 你对鸡蛋过敏 那就忌鸡蛋 假如检测出来 你对牛奶过敏 就忌牛奶 注意儿童 差不多三分之一 是要忌口的 反过来我们看成人呢 大概我们有很多的研究 国内国外有很多研究 大概95% 是不用忌口 因为我们的消化道是健全的 我们对很多食物 可以完全彻底地把它消化掉 所以很多这种忌口 是没有道理的 什么情况下要忌口呢 我们还是检测过敏源 检测过敏 真的我们一百个人里头 真的有五个有六个 对某种食物过敏 那么我们再忌口 千万不要动不动就忌口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失诊的患者 本来就有失诊 本来就挺痛苦 结果一忌口 不吃蛋白了 营养不良 我看到一个三岁的孩子 抽血呢 低蛋白血症 看到过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 一抽血 低蛋白血症 这个是太不应该了 明白了 针对失诊 谁还有问题呢 报告 我有一个问题 想咨询一下 因为我一直在困惑 很多人他得了失诊以后 都不愿意去看病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害怕滥用激素类的药物 所以就比较困惑 刚才听了专家讲的 要长期服用 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 像得了失诊以后 是不是要长期使用 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呢 好 我们看看刘阿姨的担忧 择了失诊 能长期使用 含激素的药物吗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也是我们每天遇到的问题 应该说是我们 皮肤科医生的 头疼的问题 其实 激素是个好药 即使是口服的激素 在失诊严重的时候 特别严重的时候 90%的面积都是失诊 我们叫做波脱性皮炎 这个时候我给他用一周两周的激素 口服或者打针 很快就控制 然后我们很快就过渡到 不含激素的质量 所以这个是口服的 第二种情况 更多的 那就是包含90%以上的患者的情况 是外用的激素 涂药膏 涂的药膏 我们把激素 外用的激素 能够按照他的强 肿 弱 很弱 能够给他分成四级 严重的时候 肥厚的时候 我们给他用强效的 控制以后 我们就改成中效的 然后改成弱效的 最后改到不含激素 所以这个医生给你用激素 它是个战略 是个战略和战术 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 那么至于能不能长期用 这个也是医生的一个 制定一个方案 一般来讲 我们所谓的长期用的是 阶段性的用药 就是这一段 比如一年当中 我们有一个月在用激素 十一个月不用激素 那么第二年 又是用一年 又一个月用激素 十一个月不用 甚至第三年 我用了半个月的激素 其他十一个半月 我没有用激素 但是我们仍然说 它是在长期 阶段性的用激素 明白 我们是这样定义的 所以不用害怕 关键就是 不能自己想怎么着 就怎么着的 滥用 你要自己用 那就叫滥用 好 非常感谢张九仁 今天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 丁小兰医生 欢迎丁医生 丁医生从事 是白电风的临床 和基础研究 那今天您要送给大家 什么样的健康忠告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篮名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第一声从事呢 是白电风的临床 和基础研究 那今天您要送给大家 什么样的健康忠告呢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忠告是 白电风不能置之不理 首先呢 我想我还是给大家 讲一个故事 那小张呢 今年35岁 别看他的年龄不大 他其实是一个患病 已经近20年的 白电风的患者 那么小张呢 在上初中的时候 那无意中呢 发现自己大腿上 有一块皮肤颜色变浅了 他当时没有在意 那大概过了半年多呢 他觉得这个颜色 好像比之前更白了 那医生告诉他呢 这个是白电风 那这个时候呢 小张他已经上了高中了 学习特别地紧张 他听说呀 白电风特别难治 而且他觉得这个 白斑对他的生活 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首先他在身体的 遮盖部位别人看不到 而且他也不疼不痒 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 而且他不想浪费这个时间去治疗 他觉得这个学习的时间 特别地宝贵 所以他就没有去管它 那么等到高三的时候 高考前夕的时候 小张发现呢 这个白斑的数量啊 突然地开始增多了 而且这个颜色呢 也越来地越白 最可怕的呢 是他的脸上 手背上 还有脖子上 这些露在外面的地方 别人能看到的地方 也出现了白斑 与此同时呢 他还觉得自己老是心慌 而且他觉得自己脾气变得特别差 总是要乱发脾气 那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高考结束之后 小张受不了了 他就开始到医院来看病 那等小张到医院来的时候呢 其实他的白斑面积啊 已经扩展得非常大了 几乎占了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一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面积 而且我们通过给他抽血 化验之后呢 我们发现 小张竟然还得了假抗 所以为什么他总是觉得心慌 总是觉得乱发脾气 原来他同时换了假抗 那从这次诊断之后呢 小张啊就开始了和这个白电风之间 长达小二十年的一个拉锯战 我们后面给他通过治疗呢 他的病情呢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白斑呢也开始慢慢地去腹色 但是他的白斑面积真的太大了 几乎占了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治疗的过程 这个肤色的过程都是特别漫长的 所以我每次见到小张 他就会跟我讲 第一声我真的特别后悔 我后悔自己没有在疾病的早期 很轻的时候去治疗 而是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这么重的时候才去治疗 是的 这个时候吃后悔要稍微有一点晚 不过好在今天您给大家提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健康忠告 但是我能够理解小张当时的心态 这也是很多人得了白电风 不去看的一个重要的心理 就是对于男士来说 觉得有一些身体的遮盖部位 长了白电风不疼不痒 那我没必要去看 其实在生活中啊 大家对白电风这个疾病呢 缺乏正确的认识 很多人说了白电风不挡吃不挡喝 我没有什么不舒服 我为什么要去治 实际上呢这些说法呢是错误的 白电风这个疾病呢 是需要去积极地处理的 大家看这个是我们皮肤的一个示意图 那我们的皮肤呢 从外向内分为表皮层 真皮层和皮下组织 那大家看在我们皮肤的这个表皮层的最下面啊 有一种细胞 你看它的胞体比较大 那么这种细胞呢叫黑素细胞 那黑素细胞有什么作用啊 黑素细胞的作用就是合成黑色素 那黑色素在这个黑素细胞里面被合成之后呢 它就会通过这个细胞 你看它的有些分支像树枝一样的 通过这些像树枝一样的分支呢 这个黑色素就会被输送到其他的表皮细胞中 所以我们的皮肤才能够呈现这个正常的颜色 那当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发生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体内的这个免疫细胞它会敌我不分 它会误把我们正常的这个黑素细胞 当作是一个外来的入侵者 它就会把黑素细胞作为它攻击的对象 它去破坏它 去杀死它 那大家想一想 黑素细胞被破坏了 被杀死了 它就消失了 那没有了黑素细胞 它就没有办法再合成黑色素 那这一块皮肤就变白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问题的时候 那它可能误伤黑素细胞 那我们身体其他的这些器官和组织 也有可能被误伤 所以为什么白颠峰的患者 这个群体里面 他们合并其他的自身免疫病的几率呢 会比较的高 因为这个免疫系统 它攻击了不同的这种细胞和组织 所以它造成了不同的这种症状 白颠峰患者里面 经常合并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常见的像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 还有这个恶性贫血 红斑狼疮 斑突 银血病等等 所以刚才小张你看 它其实就是合并了一个假抗 这样讲起来的话 白颠峰还真的是不能置不理 因为可能很多人说 我不在乎面子的问题 我可以不用去治白颠峰这个事儿 但是如果要是免疫系统受到了破坏之后 它带来其他的一些内脏 或者是内科系统的一些改变 那很有可能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健康了 可就不仅仅是面子和外表的问题了 所以请您再一次强调 您今天带给大家的健康忠告 白颠峰不能置之不理 好 其实很多人听到白颠峰这个疾病 会有一点紧张和担忧 那针对白颠峰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进入到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一说起这个白颠峰啊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特好的一个小伙伴 每天一起上学 一起放学 关系特别好 但是他就有白颠峰这个症状 而且跟我们一起上学的几个同学 也有跟他接触比较密切的 也得了这个白颠峰 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传染的 然后家长也说 远离这些小同学吧 就是可能会传染这个白颠峰的疾病 所以我就特想问我们专家老师 得了白颠峰这种病会被传染吗 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 我们来看看刘帅提出的问题是 白颠峰会不会传染 白颠峰不传染 在生活中咱们白颠峰患者 经常会受到歧视 就像刚才刘帅提到的 咱们看到白颠峰的病人都特别地害怕 总是避而远之 特别害怕自己被传染 但其实呢 白颠峰它是没有传染性的 因为我们刚刚在前面讲了 我们白颠峰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是黑素细胞因为免疫的因素 或者遗传的因素 环境的因素 是因为黑素细胞被破坏了 所导致的 那大家看 在这个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 我们并没有感染任何的 比如病毒细菌这些病原体 所以它是没有传染性的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哪怕是直接的皮肤的接触也没问题 没有传染性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小伙伴 他也得了白颠峰 那我认为他不是传染的 可能刚刚好他在那个阶段有一些诱发因素 那他碰巧也得了白颠峰 但他并不是被传染的 所以我觉得听完您的介绍之后 也是给很多白颠峰的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 可以让他们重新恢复自信 完全没有必要要躲避人群 是的 好 关于白颠峰 谁还有问题呢 我小时候有一个小伙伴 他呢就是因为某种原因 然后小时候就得了白颠峰了 然后呢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天天这么自卑 他说人都说了这个病治不好 然后就是他叫不能不要命的癌症 我今天就想问问丁医生就是 白颠峰到底能不能治愈 这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 叶鹏提出的问题是 白颠峰真的可以治好吗 首先啊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 大部分白颠峰患者通过规范科学的治疗 是可以完全治好的 完全治好吗 是的 他的皮肤可以完全恢复正常 那这个事您必须好好地说一说 怎么可能会完全治好 而且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 能够把这个颠峰给完全治好了 我们目前呢治疗白颠峰这个疾病呢 我们还是有很多手段的 但是总体来讲呢 它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叫药物治疗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我们通过吃药抹药来进行治疗 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叫光疗 我们主要利用的是中波紫外线 我们去照射这个白颠的部位 那为什么中波紫外线它可以治疗白颠峰呢 因为这个紫外线啊 它可以抑制白颠处这个异常的免疫反应 它把这个免疫的异常给你抑制了 那么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它会促进我们白颠处这个 残留的这个黑素细胞产生更多的黑色素 所以第二部分光疗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 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把它统称为外科移植的方法 我们说有些白颠啊 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 它可能就固定在这儿不变了 很多年都不变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去抑制免疫 或者再去刺激这个黑素细胞 可能都不奏效了 那对于这部分病人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从身体的其他部分 我们取得正常的皮肤组织 我们把它移植到这个白颠的部位 来达到一个这个治疗的效果 手术之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完全正常的 哇 而且连那个疤都看不出来啊 所以回到您刚刚给大家 送出的健康忠告 如果一旦要是得了白颠峰之后 早期可能医生有很多的方法 而且使用起来又比较简单 也很容易 那治疗的效果当然也是非常理想的 但如果拖的时间久了 不光是白颠峰难治了 同时还有可能会引发 更多的脏气的损伤 所以真的是不能够置之不理的 是的 好 感谢丁医生 接下来我们邀请周成 护主任医师 周医生呢一直从事的是 毛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那今天您要送给大家 什么样的健康忠告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今天您要送给大家 什么样的健康忠告呢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忠告是 守不住的法际线 是雄技术在作祟 首先呢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呢 叫做小李 小李呢是一个21岁的大学生 是一个男孩 当他到了大二 开始关注自己的相貌 发现自己和以前有一些 不太一样了 什么不一样呢 发际线开始越来越高了 尤其是发际线的额腻脚 越来越后移 同时头顶的头发 开始觉得越来越细软 头皮呢处有越来越多 他开始觉得自己和以前 和同学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他开始觉得 越来越不自信 越来越焦虑 也不太愿意和同学 一些朋友去交往 同时他谈了 一年的女朋友 也分开了 失恋了 所以他开始越来越 抑郁和焦虑 甚至是尝试了 各种办法之后呢 导致他开始觉得绝望了 还好就是他到了 寒假的时候 赶紧上医院来看 经过仔细的检查 就明确了 我们明确他是一个 雄机塑性突发 给他正规的治疗 坚持了半年 很幸运的是 他的头发 头顶的头发 很明显地长出来 前发际线呢 也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 这样他的头发呢 就如获新生 所以他也觉得自己 现在呢 特别有自信 哇 您让大家看到了 莫大的希望 原先可能是已经 不能说是寸草不生吧 最起码已经是 差不多荒漠化了 但是最后还有可能 会变成绿洲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认为脱发 是不可以治疗的 是我们很多人 传统的一些观念 其实现在也有 很多的办法 我们对脱发的了解 越来越多 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一些的脱发 得到了改善 头发也可以获得 一定程度的再生 脱发的其实是 有很多种类型 大家会觉得每天 掉头发比较多 以为是一个病 其实脱发有很多 很多种病 最常见的一种 就是雄激素性脱发 以前我们也叫做 脂液性脱发 大家会觉得 自己头发出油多 其实它和雄激素性脱发 是一个病的两个名字 经常会给大家 带来一些困惑 其实它们都是由于 雄激素导致的 这个病的发病率 其实是非常高的 在我们国家 男性发病率 有21.3% 也就是五个男性 就有一个会出现这种脱发 女性呢 有6%的女性病人 会受到这种脱发的困扰 也就是16个女性 就有一个会出现这种脱发 所以我们中国 大概有一亿多的朋友 都有可能会受到 这种脱发的影响 所以发生率是很高的 也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头皮有很多的毛狼 这些毛狼呢 是在头皮下面 我们看不到 但是它可以产生 我们的头发发干 这个发干呢 就会越来越粗壮 长得越来越长 但是在头皮里 毛狼周围 还有一种激素 叫做熊激素 这种熊激素呢 有很多种 有一种呢 叫做双青稿酮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 一种害虫啊 可以抑制我们的毛狼生长 会让我们的毛狼 越来越小啊 变得越来越萎缩 打个比方 我们的正常的毛狼 可以产生参天大树 一棵大树 就是我们正常的头发 在这个熊激素的中心下呢 它有可能就会萎缩变小 从大树变成小苗 再变成小草 最后有可能 完全的萎缩消失了 如果我们把整个头皮 看成一片森林的话 一片大森林 在熊激素 尤其是特殊的熊激素 叫做双青稿酮的作用下 它就会变成 慢慢地变成灌木虫 再慢慢地变成小草地 最后就变成了一块荒漠 那既然找到了这个病因了 就是熊激素在作祟 那怎么样才能把那个小草 又变回成参天大树呢 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熊激素 头发的治疗了 其实头发的治疗 我们可以简单地打个比喻 把它理解成我们在种庄稼 我们在种庄稼的时候 如果有害虫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除虫剂 我们在长头发的时候 如果有双青稿酮 这种坏的 对毛浪不好的熊激素 我们可以抗熊激素的治疗 去掉了这种 对头发不太好的熊激素以后 我们头发就可以得到一个释放 解放 然后我们头发就可以重新恢复它的生长 从原来萎缩成的小苗 慢慢地又逐渐地变大 可以又长成我们的参天大树 好形象啊 我们种庄稼的话 除了使用一些除虫剂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要做 比如说我们可以施肥 像我们头发在生长的过程中也是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其他的药物 比如说像米罗蒂尔 它可以很好地促进头发的生长 可以维持头发的生长 可以让头发长得越来越粗壮和稳固 这样我们的头发呢 也会显得更加的浓密和持久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辅助治疗的方法 比如说当我们这一块土地已经变成了荒漠了 我们在施肥 我们在浇水 可能不能达到很好的让头发再生的目的 我们可以从其他的森林去挖几棵 挪到我们这一块森林里 来让它长得更好 这就是所谓的毛发移植 植树造林呢 对 也很重要啊 对的对的 但是这个植树造林呢 大家也要注意 它不是移植别人的头发 是移植的自己的头发 我们后枕部 一般后老勺的头发 是不怕雄极素的 所以一般人头发很严重的话 我们后枕部头发正常 我们可以从后枕部的这片森林 取一些树 栽到我们的前发极限 以及头顶 头发比较稀疏的区域 让我们的外观看起来更好一点 我们植上去这几棵树 我们如果就认为解决问题了 这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植上去这几棵树 它们原来不怕雄极素 现在还是不怕雄极素 但是呢 我们原来这片森林 头顶原来的这些叫做原生发 它还是很害怕雄极素 我们的体质并没有改变 我们的雄极素没有改变 我们遗传没有改变的时候 头顶会继续荒漠化 所以如果我们紧紧去植发 我们不做除虫 我们不去施肥 我们还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 改善头顶头发发量的一个结果 所以您今天介绍完之后 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 极大的信心和鼓励 发际线有救了 所以再一次强调 您今天送给大家的健康忠告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健康忠告 是守不住的发际线 是雄极素在作祟 好 所以可能发际线 是我们各个年龄段的朋友 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这个问题进入到 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我有一个问题呢 想请教周医生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 我都有个困惑 就是我发现 我掉了一大堆头发 但是呢 我又很担心 就是掉多少头发 才算是脱发呢 你掉的头发能织毛衣吗 差不多了 我觉得 就像围巾差不多 那得看看了 好 我们来看看俊童的问题 这个问题特别好 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门诊中 几乎每一个病人 都会问到这样 我这个脱发是不是正常的 什么情况下 才算是异常的一个脱发 大家每天正常的情况下 会掉一百根 也会长出一百根新的头发 它是处于一个 动态的平衡的过程中 所以我们发量呢 也是保持稳定的 很多朋友都会说 那什么时候 我就算是超过一百根呢 就像应该 他不能天天数头发去 对 数头发是一个非常内人的 所以也精心地 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准备了一个 不同长度的 短发以及长发 一百根大概是一个什么量 如果是短发的朋友 比这个数量每天掉的 比这个数量 还要再多一些的时候 大家要考虑 自己可能脱发量 稍微多一点 右边呢是长发的朋友 需要参考的一个 一百根的一个量 当然不是说每天 我们突然有一天出现了 头发超过一百根 我们就需要非常焦虑了 其实不是的 如果我们连续两个月到三个月 都出现了头发超过了一百根每天 那么我们要考虑 确实有可能有异常的 有病理的头发 需要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就说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头发掉很多 但是呢 头顶头发就越来越少了 发际线就越来越高了 头发呢 越来越细软了 这些也是提示我们 有可能会有一些异常的脱发 那洗头发 如果要是掉这么多 算是脱发吗 就是在我们每天 日常生活过程中 掉落的肿子头 包括洗头发 对的 如果我们不太确定每天总共的量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检查 来帮助我们判断 是不是有脱发 这个方式呢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交给大家 我们可以伸出自己的右手 五个手指头 把它插到我们的头发里 贴着头皮 然后并好五个手指 然后用手指侧面的力量 加住头发的发根 顺着头发向外捋 如果大家捋头顶 捋两侧 加上捋后枕部 捋下来的头发 超过了十根 就说明我们可能 有异常的活动性的脱发 是这一下子 捋下来十根就算 还是统共加起来十根 头顶加两侧加后枕部 一次 各一次加起来超过了十根 说明我们有一些问题 像这个病人呢 就是脱发非常严重 每天自己觉得掉好几百根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 头顶部的一个 我们交状拉发实验 就会发现 一次他就脱落了超过 二尺甚至是三十根的头发 这个脱发的过程 是非常迅速的 有可能三个月四个月 头发就剩得非常少了 它是一种特殊的 叫做弥漫性的斑突 有时候呢 不太容易诊断 也容易被我们忽视了 所以如果出现了 大量的迅速的脱发 拉发实验是阳性的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几个部位加起来 拉一次掉了超过十根 我们要到医院去纠诊 看一看 其他两组的嘉宾有问题吗 小刚 我有个问题 我有个朋友 她其实年龄很小 还不到三十岁 但因为经常熬夜 她说她自己就已经秃顶了 所以我就害怕 因为偶尔我也要熬个夜 那熬夜真的会导致脱发吗 好 来看看依林提出的问题 熬夜真的会掉头发吗 熬夜会加重我们的脱发 但是如果我们本来没有脱发 很少因为熬夜 直接引起我们出现脱发疾病 也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脱发的基因 没有这样的遗传的因素 我们也没有脱发的疾病 本身头发很健康 目前我们还没有证据会指向 就是说我们熬夜会直接导致脱发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要有一个健康的 一个生活作息的习惯 对于脱发的人士 大家已经出现了像刚才的 那么严重的脱发 以及发际线明显后移 头顶明显稀疏的朋友 如果长期的熬夜 不规律的作息 还有就是睡眠的质量 特别不好的朋友 有可能会加重 有国外的研究就发现 同样是脱发的病人 熬夜多的人 就会比熬夜少的人 要脱发更加减重一些 所以给我们一个提示 也就是脱发的朋友们 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 比较健康的生活的习惯 尤其是作息的习惯 那您看今天 我们三位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专家 给我们很多的患者 纠正了以往的一些 不正确的治病的心态 也坚定了我们去战胜疾病 对抗敌人必胜的信心 那相信大家 在一条正确的治病的道路上 去继续前行 一定会取得一个 非常好的效果的 那么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我们再次用掌声 感谢三位专家 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你们 也感谢我们所有嘉宾们的参与 下期再见